喝一點點好嗎 照顧女兒幾乎24小時不離身 劉小姐目前請育嬰架 全新投入月娥 畢竟是第一胎 身心上都需要調適 母親這個角色也是需要學習的 劉小姐坦言剛開始照顧 充滿著焦慮不安 這時家人給予的支持 對她來說就是最重要的後盾 我剛生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很辛苦的時候 當然有會覺得說 怎麼大家都說就是生小孩 真的是很多人討論這個議題 就是是不是後悔啊什麼這種 但是我必須說就是我覺得 我是非常確定 就是這是一個不後悔的決定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他帶來的 這個帶給你生命的是無限的 小孩現在六個月大 劉小姐也度過了不適應期 育嬰假結束後規劃將要儘速回歸職場 即便當了媽媽還是想保有追求自我價值的目標 但其實並非所有人都能這麼快面對母親這個角色 我自己所接觸的個案裡面 後悔的媽媽是有一些應該也說不少 因為她已經進入諮商了 我覺得應該是說她沒有預備好 好那再加上那個婚姻關係裡面 她沒有很好的一個支持 所以她可能就會加重了 那我剛好那麼辛苦的把這個孩子懷孕生完 甚至要成為一個母親 這或許也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 每個人追求的不同 有些人則是擔心個人身分會被媽媽角色覆蓋 都沒有自我的時間和空間 甚至擔憂自己做的不夠好 還衍生產後憂鬱的現象 最典型的就是情緒會比較憂鬱 然後會對事物失去樂趣 失去興趣 那會有一些睡眠食慾的障礙 那更明顯的是她會對自我 以及對未來甚至對很多身邊的事物 都有一些負面的觀感 比如說覺得無助 沒有救了 或是對未來沒有希望 覺得一切都不會更好的 它是一個多重因素交織之下的結果 那再回到前面談的這個母質的部分 然後那我不會認為說媽媽希望自己 成為一個稱職的母親 這個壓力導致了產物憂鬱症 這個可能只是一個媽媽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經歷的一個心理狀態 不只家庭 社會上給予母親的支援也要足夠 波蘭心理學家鑽研後悔生孩的議題 制定了一個後悔量表得到的結論 估計有14%的父母對於生孩子感到後悔 甚至如果時光倒轉會選擇不生 但後悔並不代表就不愛孩子 而是該找出新手父母 可以如何在孩子工作和生活當中找到平衡 除了鼓勵媽媽說給自己多一點的餘育 就是說不要強迫自己一定要做到100分 或者說讓更多人可以進來幫忙 而不是自己獨立扛起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家庭內你的另一半 你的其他親友甚至擴起到整個社會 能夠提供多少的支持 來幫助媽媽跨過這一步成為一個母親 在我們亞洲東方的女性 我們的自我價值是由關係來定義的 好像我們擁有關係 這個自我可能就比較好一點 但我覺得我們好像需要可以多一點分開 擁有自我可能我們比較能夠回來照顧關係 思考清楚想追求的 即便選擇當一位母親 關鍵是千萬不要失去自我 體本新聞羅氏彭周宣海報導